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也一定要刺激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过程 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 它是在国内叫OE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 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是它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了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链接去注册的话 谁有好处的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佣卡 其次呢 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罢者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刘万系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 就可以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舞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登舞 好 如果正常登舞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他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到 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牵手朋友根本看不懂 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操作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 或者是微信 扫对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 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 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 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 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这边 在这个电脑上面 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回来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它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 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 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 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有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 来下载它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 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银 大家随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 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登录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 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我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前面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 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 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已经登录上来的 这是我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像这种东西 偏好设置 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保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 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 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这些 像支付宝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购购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 无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登午上来之后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核桃网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会计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骗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到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会计交易容易匹配到骗子 所以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 识别交易说里面的骗子 好 然后呢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有他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四千多单 有一个一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一万的 一万多单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他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就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 这一年以上 这越多越好 这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G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来这边呢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我买两万 然后选择零手机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收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手机费 然后点击付款相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把我们近期像我这种 流水明细给他看一下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开户银行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了 然后我给这个6228 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卧益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卧益支付 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 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者面的资产 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 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 我的钱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共鸣师词意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 放到这个交易 那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滑软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大家给大家说了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随大 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S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S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非消耗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了 谷歌搜索一下非消耗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 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S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 ETS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点击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6万亿了 我们想去买 哥哥币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哥哥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它就没有变成0.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想办以太坊 得击这边 然后呢 这边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 这边可用100个USD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 3419 USD 好 那我过两天可能 这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 3519 USD 好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3419买 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100个USD 好 那我们这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 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时候 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 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追它 点击确链 好 谈到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这边的OE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 孩子选择CRC 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这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这个看一下 它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单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余费 出售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 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 点击零手余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 给我们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 就跑通了呢 这不就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所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OKX是全球著名的数字资产国际战之一 主要面向全球用户提供比特币 莱特币 以太币等数字资产的现货和衍生品交易服务 隶属于UKXEconomology Company 英文的OKX创立时 获得了世界顶级投资人Tim Draper 参与设立的创业工厂百万美金的天使投资 Tim Draper先生 同时也是Hotmail 百度 特斯拉等世界顶级企业的投资人 GT.O 芝麻开门 GT.O提供1000家币重的数字资产交易 注册的新用户完成任务可领取100美元美元点卡 参与交易可领取5500美元美元体验金 自2013年以来 稳定可靠宁可信赖 公开透明的平台 Bitrx Bitrx俗称B我 提供BB 美元与B的服务 注册非常简单 Bitrx建立于2015年 是美国的比特币国际站 支持200多个交易对 每天的成交量达数十亿人民币 Bitrx困贵成员来自Weber 亚马逊 投业一艘黑莓等各大公司 在服务方面 拥有超过50年上面这些的专业安全和开发经验 DragonX龙网 龙网DragonX的新加坡虚拟货币国际站 2017年11月2日正式上线运动 上线同日发行平台币龙BTT 持有其平台币BTT可以获得平台收入分付 首创的开放平台 引进的游戏应用爆红整个行业 同时开发了众多功能 如DK大乐透 扭龙带 期权预测 抵押借贷等等 目前支持C2C快速法币充提 R4交易 PTE交易 C交易 PC交易 合约交易 状感交易 如何下载和注册比特币交易APP 1.下载1 NBRE版本 在浏览器环境下点击打开下载页面 点击下载 下载后安装打开APP即可 2.卡OS版本 注册海外FID并使用海外AD下载OE APP完整下载教程点击即可获取 1.浏览器搜索苹果一链接完成海外和YD注册 2.进入Astore登陆注册账户 在Astore里搜索 即可进行下载 2.注册 1.打开OEAPP 点击注册账号 注册分为手机号注册和邮箱注册两种方式 您可以自由选择注册类型 然后按照要求填写完整相应信息即可完成注册 2.完成图片验证后 输入收到邮箱或者手机验证 并设置相关密码 就是内容就是小编今天要给您的分享 不知道您还喜欢吗 欢迎常来本站逛逛 本站声明 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 如有金权 请联系我们 我们将及时删除 4月17日 科技部主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工作启动会在天津召开 据科技部官方公众号消息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多位专家 有关高校 科研机构代表 国家超算中心负责人等在启动会上 共同探讨了国家超算互联网建设的路径 以加快超算自主生态体系的构建 会议发起成立了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 按照计划 到2025年底 国家超算互联网将可形成技术先进 模式创新 服务优质 生态完善的总体布局 有效支撑原始科学创新 重大工程突破等目标的达成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负责同志表示 科技部将通过超算互联网建设 打造国家算力体操 促进超算算力的一体化运营 助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离不开超算 算力是互联网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 也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 目前 算力正逐步与城市 产业的发展路径形成共振 算力经济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而超算超级计算机 则是普通算力的升级板 是指由数千甚至更多处理器总能 能计算普通计算机不能完成的 大型复杂问题的计算机 另外 超算互联网是以互联网的思维运营超算中心 并连接产业生态中的算力工具 应用开发 运营服务 用户等各方能力和资源 构建一体化超算算力网络和服务评 近年来 YF3.0 AX 元宇宙等新兴前沿技术的萌芽和心情 令I迎来爆发潮 博生证券言报表示 在I大爆发周期内 迭代和训练需要的整体算力将会成指数及增长 增速将会超过单芯片算力增长速 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培育增长新动能 我国当前也在大力推行东数西算 打开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序幕 未来 整个算力有望实现更集中 更规模化的应用 应用领域也更加广泛 发展超算互联网 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推动超算服务 支撑数字中国的建设和智慧中国的建设 这就是我国建设超算互联网的初衷 从近年中国高性能计算百强排行榜来看 超算系统过去主要集中于科学计算 政火 能源 电力等领域 而近五年互联网企业部署的超算系统 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主要应用为云计算 大数据 赤饼 人工智能以及金融等 在新兴产业以及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代表下 国内超算产业发展迅速 根据沙利文 日研咨询 2021年国内超算服务市场规模达196.6亿元 从比增速约为25% 未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服务场景 将迎来更多的高性能计算服务需求 超算服务有望进入新的恒博发展期 国家超算互联网部署工作启动后 有券商观点认为 未来应用的高算力运很需求 对基础设施提出更方要求的基础上 也进一步带动对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别人计算等新兴技术集算法的需求 同时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 云游戏以及All 随而等应用渐行渐进 应用场景的不断落地将进一步倒逼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升级 超算为Web3.0插上翅膀 Web3.0是下一代互联网 为互联网PayB1.0和Web2.0之后的第三个版本 与目前使用的Web2.0不同 Web3.0支持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的应用和服务 拥有去中心化 安全性 隐私保护三大优势 在Web3.0中 用户可自己创造和掌握自主环境 这打破了Web2.0的垄断模式 解决了平台价值分配问题 Web3.0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背后的底层技术中 超算其他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因在于强大的算力是实现Web3.0的基础 更高的算力带来更强的创新能力 破坏了i应用的边界 能更好的时间搭载城市管理 芯片制造等社会和科技方面的应用 成为Web3.0时代的销明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 区块链技术是Web3.0的核心技术 Web3.0的数据层属主要集中在区块链上 应用程序具有去中心化的能力 而超算可有效推动计算模型 神经语言规划以及加密协议等技术的发展 助理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升级和完善 至今超算创始人王冲对此曾表示 超算是很多区块链应用的最底层需求 超算一定是全球分布式的存在 而区块链超算在世界上会有非常大的能力 在超算领域 我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从国家战略布局也能看出超算产业在不断发展 截至2022年11月 全国已经有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等十所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此外 近期高调进军VF3.0的香港 也正在筹建自己的超算中心 对于香港来说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VF3.0 区块链等发展都离不开数字经济 数字科学的支持 超算就显得尤为重要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今年2月表示 要推动香港科研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先决条件之一是拥有足够的算力基础位置 特区政府会就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进行可行企业研究 并在2023到2024年度完成 目前香港现在已经在开始著手研究香港超算中心的方案 希望可以在调研后有一个报告 以支持香港成立自己的超算中心 来支撑大学 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 还有业界一起做人工智能方面的大模型研究和数据的分析 不可否认 在国家和多地政府大力发展超算 为数字经济发展增入动能的大倍形象 以VF3.0为代表的新型产业有望平为重大 超算 来等前营技术的拉减 有望令VF3.0的应用场景加速扩容 为地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能 Terror Forum首席执行关注Coin建立的加密货币帝国 上个月在400亿美元的风寒中 现在 尽管面临投资者分离 政府调查和加密市场低迷 这位韩国企业家正试图卷土重来 Terkuan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我对我们重建比以前更强大的能力充满信息 Coin支持推出新版本的Terror TerrorUSD是一种稳定币 旨在将其价值维持在亿美元 但该代币现在的价值不到亿美分 其崩盘引发了Luna暴跌超过99% Luna是一种支持TerrorUSD与美元挂钩的加密货币 这场内报伤害了全球众多投资者 其中包括许多将储蓄存入LinkerPortical的 LinkerPortical是一种为TerrorUSD存款提供高收益的加密银行 此次崩盘亦是本月加密市场大屠杀的前兆 残酷的抛售导致借贷平台 CLSD4冻结了所有账户 价值数10亿美元 此TerrorUSD崩盘也 代表韩国90多人的团体 已对Terkuan提出诉讼 指控它欺诈和非法集资 首尔南区检察厅发言人证 更在调查Luna和TerrorUSD案 但拒绝提供信息 上周 B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在TerrorUSD崩盘中 黄受损失的一位出家和投资者提起诉讼 要求对Duford TerrorForum Lab和其他几家公司提起提提提诉讼 指控他们欺诈和出售未注册的证件 TerrorForum Lab表示 不会对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发表评论 该公司表示 这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并表示打算为自己辩护 有口感说 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悲痛欲绝 希望所有受到影响的家庭 都能照顾好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 今年早些时候 当Luna的交易价格接近100美元时 分析师表示 Duford成为了亿万富翁 托恩说 他在这次崩盘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净资产 这并不困扰我 他补充了 我过着相当节俭的生活 新的Terror区块链于5月下旬推出 Luna的大多数股东 以投票方式批准了这一净错 近乎一文不值的旧版 Luna更名为Luna Corset AirUSD和Luna Corset持有者 则获得了一枚名为Luna的新代币 据看Gecko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情况并不好 新Luna于5月28日 开始交易价格为18.87美元 随后立即暴跌 最近交易价格为1.97美元 加密研究公司 Forenton Economics的创始人 Noddy Greenstein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在看到 Luna如此剧烈的崩盘后 会想要投资Luna的支持者 希望财发人员能够基于 太多技术 构建应用程序 从而激发活动 实行Luna获得价值 有Proon说 许多建设者正在新链上 重新推出他们的应用 Interverated 跟Luna的高管 我真的未读Proon感到难过 因为它的名字 现在正被拖入迷盘 NC先生在商务会议上 与Proon互动 并担任Tenver的大使 他说 他在Luna崩盘事件中 损失了超过100万美元的 个人投资 但对Proon仍有很高的评价 他说 在推特上 他可能会给人一种自大的感觉 但他本人不是这样的 Proon主持人 加密行业的知名人士 与他一样相信TenverUSD的未来 他个人也在NAS崩盘中 蒙受了损失 他说 我代表阿斯多出了自信的 押注和声明 因为我相信他的任性 和价值主张 我已经输掉了这些赌注 但我的行动100%符合我的言词 失败和欺诈是有区别的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 自成立以来 Terra4NF已经从QuinMaze Linja和Makin Autogrid Galaxy Digital Hallin小TD等投资者 那里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 Panbase要是 他对Terra4NF的投资很小 也没有直接投资于Terra4NF过流呢 Proon就读于首尔一所著名的外国语高中 在那里 他擅长英语辩论 曾连续三年 随韩国队参加世界学校辩论的表赛 十几岁时认识他的人 形容他很有魅力 喜欢说一些激怒同学的 有争议的话 他于2016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 在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工作过 在创立了一家不成功的网络创业公司 NP之后 他转向了加密货币 Proon在2018年与韩国创业界受人尊敬的人物片里头 新密切创办了Terra4NF 开发Terra4NF 根据Proon联合撰写的2019年代提出 该项目的愿景是创建一系列云美元 韩元和其他传统货币挂钩的Terra稳定币 当时的想法是 人们可以在日常交易中使用这些代币 TerraUSB TerraQ等 与USD款等主要稳定币不同 Terra稳定币没有真正的美元或投资支持 而是使用金融工程来维持价格稳定 Proon认为 这样的设计使政府更难控制交易 它的作用明示 去中心化的经济 需要去中心化的货币 Proon经常以韩国支付应用程序 拆使用其稳定币为例 将Terra与竞争对手的加密项目区分开来 拆最初使用Terra来处理支付 在现实世界中罕见地使用了区块链技术 随着拆为数百万用户提供服务 在市场波动期间 Terra稳定币拥有稳定的用户群 Proon一再夸大它的区块链项目 与拆之间的联系 拆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Proon和视音舰上于2020年3月春斗扬镳 这位发言人表示 到2021年 拆不再使用Terra的区块链技术 或数字资产来处理其支付 或存口其资产 据发言人称 拆和Terra仅维持了 从2021年5月到2022年3月的 营销合作伙伴关系 尽管如此 Proon在2021年4月告诉一位采访者 有260万韩国人正在使用Terra稳定币进行支付 因为与拆建立了合作关系 该应用程序的用户可以将Terra的含冤稳定币 转换为用于支付的拆 拆发言人表示 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该功能与2021年5月采访 4个月后 由于需求较低 范围被缩小 这位发言人说 如今 拆的所有服务都与Terra无关 知情人士说 几名Terra团队成员于2020年辞职 原因是对Proon负责该项目的方向感到不安 知情人士说 他们的担忧之一是 Proon坚持在Inker Protocol中 未存款设定固定收益率 以吸引用户使用Terra USD 团队成员表示 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并敦促采用浮动收益率 以应对市场状况 当Inker于2021年3月上线时 其收益率设定在20%左右 这一高利率在Terra USD崩盘前 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者资金 Terra Foreign Lab拒绝对前员工发表评论 但指出Inker在今年早些时候 开始放弃固定收益率 知情人士说 导致团队成员离职的另一个担忧 是托安推动推出 Mirror Protocol 他们认为该项目违反了美国证券法 Mirror Protocol本质上是一个微股票市场 其数字货币 跟踪苹果和特斯拉等美国股票的价格 该项目时 Qoan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标 该委员会于去年开始调查Mirror Protocol 去年9月 SEC在纽约的一次加密会议上 向他发出了传票 4月 他起诉SEC 以阻止该机构执行传票 法官在2月份做出了不利于Qoan的裁决 他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上诉中败处 Terra Foreign Lab表示 他一直在遵守程序和相关的法院命令 他说Mirror Protocol不是美国法律定义的市场货交易所 SC发言人拒绝置评 随着Terra USE规模的扩大 包括学者 加密货币基金经理和Qoan的竞争对手在内的批评者警告中 他很容易崩溃 Qoan在推特上扩斥了此类批评 今年3月 他称那些说Terra USE可能会脱钩的人是白痴 去年 在英国财经博主 加密货币怀疑论者Forens 投投了对加密借贷平台上的银行几队表示担忧后 Qoan在推特上写道 我不会在推特与穷人辩论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任何零钱给他 投投了说 他对我很粗鲁 当被问及这些推文时 Qoan告诉华尔街日报 我后悔我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是的区块链挖矿 是通过算力的比拼来解决数学难题 从而获得新的区块 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数字货币奖励 而在挖矿中 矿池算力 全网算力和矿池算力是三个重要的概念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1.矿池算力 矿池算力是指矿池中所有矿机的算力总和 矿池算力越高 矿池就越容易算出新的区块 矿池是由一些矿工组成的协作品 通过将它们的算力合并在一起 为挖掘新块做出贡献 矿池会把挖到的数字货币奖励 按照矿工在矿池中的贡献比例进行分配 2.全网算力 全网算力是指整个区块链网络中 所有矿机的算力总和 随着越来越多的矿工参与到挖矿中来 全网算力也会逐渐增加 全网算力的增加会导致挖矿难度的提高 因为更多的算力参与进行 就需要更多的算力才能解决数学难题 3.矿池算力和全网算力的区别 矿池算力和全网算力的最大区别在于范围 矿池算力是指矿池内的矿机算力总和 而全网算力是指整个区块链网络中的 所有矿机算力总和 通常情况下 矿池算力远小于全网算力 因为全网算力包含了所有的矿工 而矿池算力只包含该矿池内的矿工 4.矿池算力和全网算力的意义 矿池算力和全网算力对于挖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矿池算力越高 矿池就越容易解决难题 获得数字货币奖励的机会也就越大 而全网算力越高 代表着整个网络的安全性更高 因为攻击者需要比全网算力更高的算力 才能攻击该网络 总的来说 矿池算力 全网算力和矿池收益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矿池算力高 挖矿效率高 矿池收益也会相应提高 全网算力高 矿工需要投入更多的算力 才能获得区块奖励 矿池收益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因此 矿工需要在选择矿池时 综合考虑矿池算力 矿池收益 矿池费用等影响 才能更好地进行挖矿 特别声明 以上内容 如有图片或视频 亦包括在内 维自媒体平台网易号拥复上传并发挥 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 超股就看惊奇林分析师言报 权威 专业 及时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耗财经获悉 2月27日9点31分 综合科技000925 SD传中打评 报9.15元 目前工单19万7411首 成交3.22亿元 换手率6.51% 综合科技官微 2023年2月26日消息 近日 由甘肃省政府主办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甘肃枢纽节点重点企业签约仪式 在庆阳市 综合科技与庆阳市政府现场签订了 庆阳市人民政府这将 综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空大数据 与中心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综合科技将以重元时空为合作实施主体 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数纽节点 实现时空数据 在全国范围内等无障碍流通 打通时空大数据行业的数据 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重元时空是综合科技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创新团队 联合成立的时空大数据产业集群总部公司 主要经营时空大数据业务团阀 综合科技省 本次时空大数据云中心的系统工程 将在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甘肃信仰 东树西散产业园区内 建设我国首个时空大数据云服务所处 为我国各城市极限区数字化进程中的新型智慧城市 智慧黄河流域 城市交通 智慧物流 智慧教育 原宇宙等重要应用场景提供全用素 全数 其的时空数据算法算力资源支撑与基础设施保障 同时以清阳集群为中心节点 固件辐射全国城市极限区布局边缘节点 形成以清阳集群为最高等级节点的 全国性城市时空数据服务网格 同时 众和科技将与工信部共同建设 专进特型加速器数字化活能研究中心 搭建红色原宇宙展厅 建设清阳红色原宇宙基地和数字经济科技人才教育基地 众和科技主要从事智慧交通集贩半导体业务 智慧交通领域的主要产品为全自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 列车智能化 综合智能运维 智慧公务 时空大数据平台等 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计2022年规模净利润4300万元 5500万元 同比下降73%到79% 净利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反复以及宏观经济下行等影响 智慧交通业务交付规模有所缩减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因公司积极推广新业务模式 极数制化产品等 特别项目毛利率较低 报告期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下降 目前香港政府在积极发展极具活力的虚拟资产行业和原宇宙生态 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向全世界展示了政府之力于发展成国际虚拟资产更新的愿者 为帮助web三元宇宙业界与各地政府深入沟通 奖州优惠政策投资web三元宇宙 亚洲区块链决会 WNA世界元宇宙发展联盟 WB世界区块链联盟联合打推出web三元宇宙行业 在香港 迪拜 新加坡 沙特等世界各地举办行业大会和商务靠大活动 以推动政府新增进一步落地 同时将在迪拜成立 web三元宇宙基金 公化优秀web三元宇宙项目 促进web三元宇宙行业快速发展 3月26日将在香港举办第二届世界web三峰会计 web三香港考察旅 第12届世界元宇宙大会 即元宇宙创新大赛颁奖联名 同时 计划于4.21到23 4.27到29 5.19 5.27分别在新加坡 香港 西岸 北京等城市举办web三元宇宙型系列活动 本次香港第二届世界web三峰会 NES加入并作为会议联合处伴方 NES是一个帮助用户从web2.0无缝过渡到web3.0的去中心化骚扰白协议 其提供的主要功能是对信息传输进行加解力 并围绕着这一功能不断发展 NES倡导用户真是自己的隐私数据 个人资产并拥有主权 NES急需隐私社交 无国界支付网络 去中心化文件存储与分享 去中心化金融 去中心化搜索翻 智力到于意识 帮助用户在web3.0 MateMase Facebook等传统社交网络上保护自身的隐私 数据 资产和权利 NES创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 为数以万计的用户搭建了一个 连接web2.0现有互联网和web3.0新型开放的互联网的桥楼 CIR导言 据安全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记录的阴诈骗和安全漏洞带来的加密领域损失 已近30亿美元 每一个区块链行业的参与者都无异于身处大西部 无时不刻受到隐私 财产损失的工资 虽然业内已经有部分对区块链诈骗 安全漏洞进行分析的工作 但大多只是针对某些案例 或者对背后机制的讨论不够深入 因此 我们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这篇 有两位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所撰写的万字长文 为大家全面且深入地分析当前几乎所有安全隐患 并提供应对策略 本文作者 网络安全研究生在读 对接并协助固化web3应用 在web3方面的研究兴趣 涉及区块链钓鱼分析及防范 区块链供应链攻击机制及抑制 相对擅长代码审计 目前正深度参与给框架开发及整个 CyberCave ETH 数字游民 Conflux特成员 Z的核心贡献者 Z的投研工会成员 web3大学核心贡献者 原宇宙一网络安全领域研究者 前沿 自网络诞生以来 东方领域就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区块链诞生之后 由于其巨大的财富效应 与用户对安全的人事不足 吸引了无数的黑客 挖空心思进行攻击 在近几年 Def与NFD高速发展的环境下 利用区块链网络实施的 钓鱼诈骗攻击更是越来越多 各类攻击场景及攻击方法层出不同 本文前半部分 阐述了区块链安全基础知识 重点阐述了 用户在使用区块链相关应用时 应重点关注的安全要素 后半部分整理常见的 利用区块链欺骗用户资产的攻击案例 通过对飞客攻击手法进行分析 引出针对特定攻击手段的防护方案 区块链安全基础思维导图 根据科克霍夫原则 即使已掌握了密码系统的运作步骤 但是在密钥微微泄露的前提下 密码系统仍然是安全的 在区块链环境下 保护钱包私钥 是保护链上数字资产的重要措施和前提 1.1私钥及助记此安全 区块链钱包软件所管理的私钥 通常是256B长的随机字符传 未便于展示区块链钱包工具 会将256B数据转化为 32字节长的16进制编码 0×4 1166719 124497 CC360 183 5243 272 S8 75 ZM 101 033 767 465 319244 即为区块链钱包 软件深藏的钱包私钥 通过将私钥导入区块链钱包 用户即可掌握 钱包内对应的数字资产 利用橢圆区线密码框架 开发者可以利用私钥数据便捷的计算 图与之对应的公钥信息 通过对公钥进行开设256运算 7.并取运算结果的最后20字 即获得区块链钱包地址 使用以太方一份工具或生成公私钥 并根据公钥信息计算钱包地址的代码运行 结果楼下都所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